然後我也要講 我有一個也是過年時候發生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打麻將 一直站起來 但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家有個傳統 就是大年初一的一大早 我們第一樣吃的東西是發糕 你們有 有人是這樣子嗎 發粿 有啊 發粿 發粿 所以大年初一一大早 我媽就會把發糕蒸好 因為每年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年我就跟我媽講說 早上蒸多一點 她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每一年 我們大年初一 回到那個阿公阿婆家以後 都會跟堂弟打麻將 我就說我今年要贏他們的錢 發糕 我就叫我媽做多一 就是蒸多一點的發糕 我要狂吃這樣 然後吃完發糕 因為中午還吃中餐 所以還吃中餐 就等於其實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下午跟堂弟打麻將的時候 就開始肚子一直咕嚕咕嚕叫 然後我想說 有點不妙 她好像在翻腳這樣子 所以才打沒打 差不多才第一圈吧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就上廁所 然後上廁所 回來繼續打的時候 還是不舒服 好可怕 然後我就跟我妹講說 妳來幫我打 幫我帶打這樣子 所以整個一降四圈 我就是一直來來回回這樣上廁所 那根本毫無手氣 對啊 然後真的還輸呢 因為一直跑來跑去 你手氣跑來跑去的 對啊 所以就 把錢留在那邊 那妳下次把那發財貼到肚子裡面就好了 真的 妳會再貼肚子上這樣 對 因為其實通常在過年的時候 就會很多一些客戶就會送單位 就是一些禮盒 那些比較高級的禮盒 然後想說慰勞就是一年來的辛苦這樣子 然後這個單位主管他就說 開議盒給大家 然後其他的就是幫你們做公關 就是他要送給就是其他那個單位的同事 然後這樣子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才會比較順利 那因為他是主管嘛 所以大家當然就是 也不能說什麼好不好 那就這樣子 那過完年之後 就是突然他就說 開工那一天 他就拿了一個非常那個知名的 那個小籠包店的禮盒 然後要給大家吃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說天啊 他是過年是老公對他很好是不是 還是他那個有贏錢 還是說他是中樂透 贏錢 對 他竟然就是要請大家吃 這種知名的那個包子 然後就是度過一個 很開心的開工日 就隔天來 就有兩個同事拉肚子了 就其中還有一個是孕婦 然後拉得比較嚴重一點 他還有就是 就是去打一下點滴這樣子 結果後來那個 幫我們熱食物的阿姨就想說 那大家吃同樣的食物 應該只有那個吧 然後他就是回去 就是去翻那個食物的那個盒子 然後拆開來看 結果發現 竟然是過期的 我的天啊 對啊 我就覺得除了他也沒有良心的吧 怎麼把過期的才拿給大家吃 可能是去年的喔 對 那也要分辨 然後有眼尖的同事發現 這個就是之前那個客戶說 要送給我們的東西 然後他其實不是拿去送錶 他是通通自己帶回家 然後沒吃完再分給大家吃 我之前是遇過一群人 就是除夕夜喔 那一天晚上 就是差不多10點11點 就突然來一群人 結果後來發現 原來他們是一家人 兩三個就拿個序教袋在那邊吐啊 對啊 然後說你們是怎麼樣 我說沒有啊 就打麻將打一打 然後就開始有人開始吐啊 有人開始拉 然後就全部一起跑來掛急診 然後就問他們說 因為這個看起來很像是食物中毒嘛 對 一群人又家族的 他說所以你們今天是吃什麼 這同一桌嘛 他們說他們訂了兩桌那個 冷凍的年菜 雖然冷凍年菜很流行 對 然後又省了煮 然後微波一下什麼都很方便 他說所以你們有吃到哪一個怪怪的嗎 他們就在那邊看看…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龍蝦沙拉怪怪的 冷菜 對 然後結果一問他們 有人問了之後才說 對 我也覺得怪怪的 可是阿嬤就是奶奶都沒講話 然後大家都覺得年節氣氛很好 對 所以為了不要觸眉桶 不要破壞氣氛 硬吃 硬吃了 而且他們每個人都只有吃一點點 然後他們裡面最嚴重症狀就是奶奶 奶奶吃覺得好吃 怕浪費什麼 大家都只吃一點點 沒菜啊 你怎麼都沒吃 然後奶奶就吃 對 然後那一天晚上 他們也是在急診手睡 沒有 因為 我們因為這食物中毒要通爆 然後有拉肚子 又要收發變減體 因為奶奶年紀比較大 八十幾歲 然後又吃最多 所以奶奶一直在那邊燒來 就一直發燒發燒 好可憐喔 奶奶 然後再急診待 其他人也不敢說要回去 對 弄到最後也是搞到四五點 全部才回去 我是 我只知道就是 懷孕的時候不能動刀 動什麼的 我不曉得說 打掃好像也有一些禁忌 我不知道過年期間 我就是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想說那個廚房 好像很久沒清了 我就想要去清刀具 就拿那個菜刮布 給它那個刷刷刷刷刷刷刷 然後就不知道 一個姿勢跑掉 然後就刮到手 然後我想說 而且我神經也很大 我說割到手 好 沒關係 我還拿那個紙巾有沒有 就趕快沖水 然後紙巾還包 止不住耶 他說我流血了 夭壽 這麼深要去縫了 他就 好像真的翻得還滿深的 所以當下我就去急診 不知道縫了四五針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一年的過年就是 就是要去拜年 他說恭喜發展新年快樂 然後就是很戲劇化的 中指一個很大一包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都說 你的手怎麼了 我說沒有啦 就對 就洗廚房的時候不小心 割到手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老公說 好像真的有一些禁忌不能不信 然後老公就說沒關係啦 就當作是那個來擋災的 對 因為他說如果說 如果沒有這個 對 見血 會紅 會紅 可能會好一點 會擋掉一些災難 會擋掉一些災難 那不然可能之後會有更大的 好 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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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沒有了 沒有了 而且那年親戚應該很安靜 那年我賺到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用做家事 都老要做 對 對 這個過年到底有什麼禁忌 其實以往的禁忌 現在已經越來越打破了 因為大家越來越不迷信了 可是有些禁忌還是在磕在心裡 他不講我們不知道 我有個三七歲女性 其實他小年夜那時候來探診 原來肚子痛 結果我們一照超音波 有一個滿大的卵巢的腫瘤 原來他卵巢腫瘤 腦腫 卵巢腫瘤沒什麼了不起 通常卵巢笨笨 他其實不會很痛 痛就是一點點臟痛 但是後來看急診 通常是扭轉 扭轉是一個急症 在我們來講急症 為什麼扭轉了以後 血流過不去 這個如果不處理 卵巢可能會壞死掉 這種壞死會引發敗血症 如果你真的放很久的話 所以他小年也來回說 你這個趕快開刀 我們用那四斤開 你一兩天就可以回去了 他說不行不行 我家裡還很多事情要處理 我說可是你這個 我讓你去處理一下 你兩小時以後趕快出院 他說不行真的 家裡很多事 然後小孩一大堆 就是這樣回去 後來說了半天 他說好啦 陳醫師我跟妳講 我媽媽以前就說 真的 妳就不要小看這種 從小的一個壓力 所以他說 這樣子會破病一整年 陳醫師我可不可以熬到禮拜 大年初一再來 就沒關係了 我說機會不太高 妳就扭轉 而且腫瘤已經腫到 八九公分了 這我們大概知道 這一兩天 對 我說妳真的回去 那我就要讓妳簽那個 那個自動出院 對 果然人生就是這樣子 他就在除夕夜 小鹽 那個年夜飯 即將要吃的時候 又受不了 被全家人送過來 被全家人 好慘 然後就緊急開刀 而且開刀 那時候還有一點極見 因為他剛吃了一點東西 他又在空腹 等了幾個小時 因為麻醉哥死都不肯麻 對啊 其實害到的是我們 你知道我們要等他 有多麼希望 如果小鹽也開完 我們就沒事了 沒錯 就等到八年十一點 那所有人就 好在那邊等他 開完刀 真的就在醫院過年了 完整了 而且是在開刀完過年 你看那個完整 好完整 這個故事就是 反正我們現在看到 另外一個有趣的趨勢 這個是不想注意 因為他覺得衰一整年 其實沒有 好治療反而比較實在 可是我們現在很多 懷孕生產很有趣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 跟我說陳醫師 我就是要在醫院 為什麼 第一個 當然因為我們是 產科病房 產科病房反而就很舒服 又有月子餐 這第一點 環境舒服 第二個 我可以不用回家 負責打掃 第三個 尤其是第二胎的 我要讓我老公知道 我不在家 他的這個家 有多麼不溫暖 會不會不在 就真的也不需要 會不會不知道他有多快樂 其實我們心裡是滿高 不是 我知道其他人 都來得來得來 好好說話 但是他就覺得這樣很好 醫院又 基本上像坐院子一樣 有人伺候 更重要 我有更厲害的 精算師的病人 說陳醫師 過年在這邊 尤其是你年前生 整個過年都待在醫院 有一個好處 叫紅包酸年發 第一個你剛生完 來看你就要給一包 第二個你當年初一 人家來仿視你 又會再給一包 第三個很快又過滿月 你就可以再一包 所以紅包三連發 從此以後 我就不會再拒絕 病人在醫院過年 就覺得人家有壓力長 真的耶 你真的沒算到這一招 對啊 紅包三連發 對啊 你看一看 可是一生完就要 好厲害喔 要算好 這集播出 你病房不會夠喔 對啊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